請報信 請報信 各位大家好 很開心又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 其實呢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跟我的產品並不是太有關係 其實並不是太有關係 那我想是給各位一些建議 因為看到現在這個風起雨 也有全球的浪潮 那也許是比較熟悉一點 前面就講這些東西比較熟悉一點 在那一開始之前 因為那但是那是現實 那是現實 那這是我現在做的東西 那其實我要做的東西其實是 現在做的東西其實它是一個結果 它是一個結果 OK 它希望能夠融合了創新 創意還有環境的整合 最後我們希望做到雲端的服務 那當然雲端的服務講起來很俗氣 其實我更有多一點的想法 OK 但是這個可能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做的東西其實就是這樣 它是一個cloud-based time-lapse 這個雲端縮時 它是一個縮時攝影機 縮時攝影機 其實在這裡面大家可能會知道 它就是一個IP-10 各位看到過 放在到處入口都有的 OK 好 好 那這是我在靠近 這是我在雲南香格里拉拍的 那這個其實就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覺得我未來想要做的其實都是 希望把科技跟人文結合在一起 希望把科技跟人文在一起 那這個這間地方我看到了有很多東西 我看到了很多東西 因為雖然我自己做科技業非常久 做這個科技業經理人非常久 可是我覺得還有很多 實際上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發掘 好 那當然不可免除了 好 希望各位能夠到FlyMV來支持各位 支持我好不好 也支持各位 其實呢 這段未來我希望 其實我是想到一個Google去啦 FlyMV是真的是非常感謝FlyMV 剛剛也很有機會再遇到各位 才有這個機會遇到各位 好 那在群球性浪調之下 這次今天我想要主題大概還有6分鐘 其實在這之前我要講的東西可能有點多 那我現在終於發現一個 叫比男人生小孩更困難的事 就是10分鐘要把這事情講完 不是 9分鐘對不起 還沒有10分鐘 要把這事情講 我想這很困難 有點困難 真的 那群球性浪潮裡面我想創新跟創業 是大家在從現在周邊 你身邊所有的周圍應該都會聽到 那我不多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其實呢 在創業裡面其實是 有幾件蠻重要的事情 夢想 夢想 熱情跟堅持 如果你先想著賺錢 大概 我還沒看 還沒找到Case Study 我還沒看到會成功的 因為那個會讓你歪曲掉 會讓你歪曲掉 這是一條很長的路 說真的 就是Long Long Road 這是很長的一條路 其實很多的酸天苦辣 但是不要因為這樣子 而放棄你的夢想 而夢想很好 但是最後還是得一步一步的走過 然後一步一步的走過 其實呢 在講這個主題前 大家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出來創業 這是非常好 我非常非常贊同 但是呢 在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沒有這個事情 對不起這樣講 好像很老了 是啦 有一點啦 有一點 好 真的 在我們那個年代是沒有這樣 父母期待 社會期待 都是你金公司 就是金公司 好 那其實呢 在我這樣一路走來 包含我自己內部創業跟外部創業 都至少超過五次左右 那 對於 其實我另外一個想法是想 告訴各位說 其實你進公司沒有不好 你畢業業雖然只有22K 其實真的 我畢業的時候 我進去公司只有22K 真的啊 說幣子不太一樣22K 不 不 一樣22K 台幣 一樣22K 台幣 OK 那我在35歲的時候第一次開了 創業 35歲 但其實這過了 中間呢 有進過內部創業 然後到後面是自己開公司的外部創業 到現在 Warnership 這個洪瑞 算是第三 中間還有一個小的 我們就不談了 第四次第五次了 其實呢 這個東西牽涉到下一句 其實你自己在你現在的工作崗位上 就是導演 為什麼 因為你當你進了公司 你不覺得 你會覺得說 老闆叫我做不要做的事對不對 四三分鐘 叫我做一些我不開心的事 但是你如果抱著不一樣的心態去看看 如果是你自己的公司 你想怎麼做 你就是導演 好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態度 其實 因為我周邊其實都蠻 下屬有一些 真的比我年輕很多 但是 我有一點感慨 但是我希望 但是他們有時候是真的很有創意 真的很有創意 非常好 但是如何把這個創意好好的 所以能夠經由磨練 經由磨練 而 這個 積累下來 其實是很重要 其實是蠻重要 那當然一定會失敗 好 第一次創意有出於外公司的 那錢就賠掉就對了 大家就賠個幾百萬 就是這樣 OK 那當然那時候有進行方法 Fundraising其實很不容易 在這些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就是你走過的路 都會積累下來 這個積累這個 我不曉得中文 因為之前去大陸 所以常聽到這兩個字 就累積啊 對 累積 對 累積 謝謝 謝謝 對不對 我有點忘記這個 我一直想這兩個字 其實這兩個字 非常有時候大陸的這個字 也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很重要 你要有執行 度爾 不管你的夢想是多麼遙不可及 其實你想想看 你如果不去做 很多人做了很多的計畫 沒有畫出那一步 去做 我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反正就是幾百萬對不對 你就做嘛 你不做你永遠不知道 你的下一步會走出什麼 你絕對不會知道 絕對不會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 一些經驗 那其實在座很多年輕的朋友 可能都有夢想 對不對 雖然可能還沒找錯 其實我還有前面一個故事 一分五分秒可以 這兩 slide 其實我去年把自己開除了一個隱蔽 我就整天去拍照 我整天去思考 其實每個人都會迷惘 深的 不管你什麼年紀 其實都會迷惘 但是各位 因為你迷惘的比較早 對不對 很好 其實因為這裡有很多 旁邊很多浪潮 那也會衝擊你 當然以前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就是 大隻假幹嘛 但是你現在叫我再選擇 我還是會選擇創業 還是會再選擇創業 我不會想說 當然 我也很好 有一些不錯的紀律 有些不錯的紀律 所以呢 這個 我有累積到這些資源 那也就是他呼應到我前面 你就是一開始 22K什麼就去創業了 事實上 你到公司去立體驗 可以把這些人脈 把你這些精神 全部都學習起來 其實很簡單的 比如說我做那個產品 今天有可能 有人有可能 明天RD跟你說不做 怎麼辦 有可能 設計師 設計師畫完了 設計圖 然後叫到這個模具廠 模具廠跟你說 這不要做啦 這不要做怎麼辦 很多這種事情 事實上 這是在你可能創業以前 可能沒有先想過的 或沒有遇到的 可是如果你在一個 這個 這個公司的環境裡面 盡量做 你可以去接觸他們 你可以訓練自己 其實 在你大概 在你年輕一點 30歲的時候 再出來創業 其實還蠻多的 你看你22歲大學畢業 24歲 22歲大學畢業 到30歲 你有6年了 至少有6年的時間 可以磨練 這是我覺得 未長不可的 未長不可的 雖然可能薪水比較低 是真的 現在 在小學信管 大家如果都求這樣的話 但是 這是為了基研 未來爆發的能量 那在創業路上呢 就是大家加油 好 我覺得大家就是要 有這個夢想 保持這個夢想 大家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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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